粉丝提问,为什么不加入血量超厚的丧尸呢? 突变团竟目前血量最厚的丧尸就是大丧尸, 注射血量在3000点,为什么不加入血量更厚的丧尸呢? 例如血量1万点的丧尸,原因有两个。 一,太笨重没人玩,任何有丧尸的模式都有一个默认的设定, 那就是血量越多的丧尸,体型越大,移速越慢, 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笨重。 现在游戏里的领主丧尸移速已经够慢了, 体型已经够大了,如果再加入血量更多的丧尸, 那个移速那个体型简直不敢想, 真加入也不会有人玩的,游戏体验实在是太差了。 二,平衡不好设置,血量超厚的丧尸平衡性也很难做, 万一技能做得太强了,那就会强得离谱, 因为血量又多,技能还强, 可是万一技能做得太弱了,那就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火把子了, 这样的纯肉盾没人会喜欢呢,所以真的不太好设置, 正因为这两个原因,以后也是不会加入血量超厚的丧尸啦。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!